哈嘍大家晚上好 现在时间是12点20分左右 那基本上来讲我今天已经玩了大概有三四个小时 大概从七点多登入到现在 在擒农伺服器 那我觉得公厕的版本啊 我觉得跟封册不一样 是说公厕的小兵非常的强 我觉得非常的强悍 而且我觉得好像我本身是玩这个桶豪嘛 那这个小兵啊 好像也不会吃掉这个我们打怪的一个经验 比如说打一只怪可能经验60 那小兵其实也得到经验60 等于说我打一只怪 我带八只兵等于九个人都一起有补到 那以这个实际的数据来看 就是看排行版嘛 我们就可以清楚说哪个职业链最快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猛将的部分的话 目前最高等是24等 可是豪杰啊 有很多人都已经到25等了 包含我其实我也23等了 而且我没有一直在玩 还有做家事 你看 那在军师呢 军师后来可以带兵 军师可以带兵的情况下 也蛮多人25等的 排名也算蛮前面的 那我们看一下方式 方式就非常可怜了 他的那个技能放得很慢 所以最高等才22等 我们假设每个职业都平均分布的情况下 目前来看的话 豪杰这个职业 他是最 我觉得是最吃香的 带兵 真的是打很快 你看我射 我射一发大概就六七十滴 但是我的小兵 我的小兵在打 一下就一百多了 甚至放技能可以到 两百多三百多 非常的强悍 所以如果说你不知道 要练什么职业的话 那我建议你可以练这个可以带兵的职业 豪杰或军师都可以 好 那我在这边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统域的加成 我这加非常多 就是原本如果说你没有点统域的话 攻击力可能是42 但是因为我统域现在点到132了嘛 我这个攻击力加了快快一倍左右 我加了40 这个是骑兵 我加了一加了40 我加了大概有八九成 我非常的强悍 真的非常推荐给大家 如果说要晚的话 可以试看看 这个练兵的豪杰或者是军师 谢谢大家